我一直很相信 坚信这个政策对我们基隆的环境 甚至对我们城市文化 一定如果改善会有深远的影响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非常努力想做的一件事 我也一直等了很久 现在终于很多做了这件事情 基隆市长谢果良亲自召开 在第二次行人友善专案会议全面进行检讨 提报列管时处重点入口外 奉市长知识本局一定新增临近时处入口 提供各单位灵活弹性调整 于每日10至12时 14至16时 便排尊者警力 加强宣导及取定 2.自112年3月1日起为严正指法期 交通队从2月1日起 除了在列管10处重点入口 执席宣导并取缔之外 再新增10处入口弹性执法 累积下来 已经开出了242张罚单 不过分局却提出建议 远警举牌宣导又开单容易造成误会 当我们有人在路口就是拿宣导牌的时候 民众确实会以为警方是在宣导 但后来警方就是把他拦下来的时候 跟他说你违国要开单 可能民众在西米上可能多少有点冲突 他可能会觉得说 诶你们不是在宣导是在劝导为主吗 那怎么就是突然变去立直吧 可能会让民众有这样小小的一个就是可能誤会这样 我们分局在执法的过程之中 会落实在全程的收证 以度这个相关的争议 因为这个罚单的金额也不算低 那不要让同能造成困扰 所以我们在每次执法的过程中一定全程收证 而且将它烧成光碟以备日后 如果民众有相关的争议 我们可以还原当场的事实 个人认为宣导的管道可以很多元 因为站在路口宣导当然出息是必要的 可是有时候驾驶者为了看待一个警察拿板子 他可能他或时代也看不清楚那些事实是什么 有时候我担心会不会造成驾驶者的分心 或是说在立的位置如果同能站得不到位的话 反而会徒生其他的一个事故太阳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确实遵照江湖队专案的一个指导 我们在3月份开始就不宣导我们全力投入职法 这阶段要跟请我们各位同仁 就是他会先加奖所谓的职法的部分 那职法的部分陈鲁刚刚所提 他并不是说完全用人力 今年部分他会用所谓的科技职法 未来今年的预算应该这个部分会增加 我们未来协助警察局做有关科技职法 经费一个争取 那第二个持续会做所谓的教育宣导这个部分 经费的部分以及我们国内相关单位 我们会持续来推进 第三个是属于硬体方面的部分 我们会增加所谓的安全工程设施 也就是分进程中程 我们持续把这个专人做一个推进 我想不只是我们市政府 那基隆市应该是全台首先在对这个政策 交通部持续跟进各县市政府全部动起来 我想我们还是持续做一个跨局处 把我们整个基隆友善行人这个政策 持续做一个推动 市长谢国良说中央4月份将针对汽车不离让行人 要罚3600元严格执法 目的是要让路口友善 这与基隆市的做法相同 路人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甚至也感受到了 不瞒大家说我现在自己走在路上 我也感受到行车的文化已经有一些改变 所以我会具体建议在3月1号开始 我们就进入真正的执法期 这样也不会有一些误解 到底是要来宣导的还是要来执法 说要宣导结果执法了 那我想我们从3月1号开始 跟警察局长局长这边 我们会一起讨论原则上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3月1号开始就进入真正的执法期 那值得注意的是 中央其实现在也非常注意这个政策 我刚刚也从王处长这边得知 中央从3月底之后 也就是大概4月1号 所有的汽车不离让行人 都全国都统一要罚3600 那而且这个是中央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中央的政策 也一直在这方面有一些调整 目的就是希望跟基隆的想法一样 就是要让路口变得非常的友善 让这个环境大家走在路上 长辈小朋友走在路上都能够安心安全 那在此也谢谢警察局 包括张局长在内大家的努力 至于警方执行的强度和时段 警察局长张素德说 依据同仁执行的时段来取缔 不会额外增加负担 部分我们会做滚动式 因为我们本来是折定每个分局有2个路口 那我现在是请分局长折定大概4个路口 那才机动守两个路口 这样也不会让用路人驾驶人变成一个投机的行为 他会认为说这个路口就有警察我就守法 那个路口没有警察我就違法 不是这样子 那刚刚市长特别提示3月1号 这个我们会来执行 那在现在这个过渡期 我们就是采这个劝导跟取缔并重 那我可以请分局长缩小这个 比如说他两个路口都有两个宣导 那现在开始就是两个路口 只有一个路口在做宣导 一个路口就是在做取缔 这个都是按照原警一天上班 要有10个小时正常的勤务 所以我也请分局长所长不能给原警停休 就是正常的班来处理 而且我们现在着重在 早上的10点到12点 下午的2点 4点到6点 所以应该不会排斥其他的勤务 行人友善专案实施以来 获得不少民众认同 市长齐国梁强调 建构友善的路口 需要民众一起配合 相信观念会慢慢建立起来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咱们可以可以帮一下 第二天